从前有位西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狐藏在西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耳濡目人之下 竟也学会了人类的人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寿之王 从此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独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寿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娶一个压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只有人类的公主 才配得上他这万寿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寿大军 下山将将以王城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寿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压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的手下的万寿大军 觉得会扫平你们 国王召集了群臣 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 让那些野兽暂时臣服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选战 但是要求他们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哄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哄叫 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后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国王依计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听到了群身住在狐家上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寿部队就溃不成军了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 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 有所深入的了解 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初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意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评语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以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跑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佛典中 狮子吼一词来形容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 大声做激昂慷慨之言论